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熱的傳播方式中 下列哪個敘述是錯誤的 我們看A選項 物體之間 直接接觸時 可以傳導的方式傳播熱量 這個是對的 這樣看B 固體不會有熱對的的現象也對啦 這個的話因為他介質不能移動 所以沒有辦法以對的方式傳播 上看C 輻射不需經由介質傳播這個對 上看D 氣體無法以傳導方式傳播熱量是錯的 氣體也可以以傳導方式 只是說他的量比較少 不過當你這個氣體 他是固定沒有移動的時候 他也是以傳導方式傳播 不過 那個氣體 他以傳導方式傳播 他是不良導體 不良導體 氣體對熱也是不良導體 他不容易 以這個傳導方式 傳播 所以的話 但是他可以傳播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不容易傳播 但是可以傳播 所以這個 這一題應該要選D 因為他是選錯的 我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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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